缓缓步入舞台 轻轻比划 为父母恩仲男报经 拉起序幕 台北最终场祈福会 邀请来自菲律宾的外国时节 共享盛举 而曲目到了尾声 也有13位特搜人员参与演艺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抢救 对这个人生的无常事上是很有感触的 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会非常珍惜我们这个难得的人生 当场内活动热络进行时 场外也如火如荼展开另一波行动 可以说的话就是擅长以后 擅长以后都将近快10点了 所以我们提早 从外围不影响到演艺的进行 也不影响到他们的进场的动线 随着活动结束 民众前脚一走 志工马上投入场内善后 从植物桌椅到心灯 大大小小物品都遵循环保概念 因为我们要回收 这个好 要拔起来 不然会坏掉 那边先要把它做起来 锁起来 这没跳过都落过来 因为这个台中花博还要再用 所以我们是做一次可以用两次 一棵菩提树四个人相互扶持拆解 就怕一个不小心不能二次利用 常复工作要克服场地限制 现场没人喊泪 只有互相呼应的声音 连演艺人员也投身帮忙 一同圆满祈福会 大约新闻 林一婷 张绿佳 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